谁说一定要拿到金牌才算成功 盘检巴黎奥运会上的那些未登巅峰的英雄 他们才是赛场上真正的无面之王 第八位 张宇飞 被誉为蝶后的张宇飞 尽管在本季奥运会上未能重现宗经的辉煌 但这位五枚奖牌得主仍旧是众人心目中的宝藏女孩 即便面临在生理期发烧以及身体不适等多重挑战的困扰下 她依旧坚持出战六场比赛 并荣获一银五铜的佳绩 奖牌总数与整个印度队相等 在每一场赛事中 她的努力和坚持向我们展示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 经历这一赛事 她的个人职业生涯奥运奖牌数已增至十枚 也成为了中国队奥运史上获得游泳项目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正如大家所言 与非别哭 你所赢得的每一块奖牌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第七位 肖若腾 在巴黎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 中国队在领先三分多的情况下 却因为苏伟德两次掉杠错失金牌 虽然他们未能夺金 但作为老将的肖若腾的最后一次奥运会 虽然他满身伤病胳膊出血 但却坚持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动作 那一刻 肖若腾挥舞双臂向观众谢场 虽然不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 他又遗憾获得铜牌 再次与金牌失智交臂 尽管遭遇失败 肖若腾却泰然处置 将遗憾视为生活的常态 虽然没有获得金牌 但他却是我们心目中的无面之王 第六位 秦海洋 作为200米挖勇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世锦赛的挖勇三冠王 秦海洋在男子100米挖勇中排名第七 男子200米挖勇半决赛小组排名第五 最终都暴冷无缘决赛 但他却积极地调整心态 最终在男子4成100米混合勇接力赛中 帮助团队夺得金牌 虽然一直渴望用一块单向金牌来证明自己的秦海洋 最终也是未能如愿 但赛后他却直言 这段经历比手中的金牌更加宝贵 正是那份不懈的坚持与永不言弃的精神 让他每一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 第五位 张伯恒 作为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 尽管张伯恒是首次参加奥运会 却展现出了出声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在赛场上 他一口气参加了五个项目的角逐 完成了惊人的二十一套动作 虽然最终只收获了两银一铜 但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可以说是军输十二卷 卷卷有其名 距离冠军一步之遥 虽然充满遗憾和不甘 但身为队长的他却坚强微笑 来过拼过就无悔 这是张伯恒对自己首次奥运之旅的总结 我们也坚信 这位充满活力的体操小王子 将会在未来赛场上继续绽放光芒 第四位 河冰娇 河冰娇的职业生涯可以用拼命二字来概括 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 从青色的青奥会冠军 逐渐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奥运会亚军 尽管在奥运赛场上 他未能成功加冕奥运桂冠 但却以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拼搏照亮着赛场 他的职业生涯不仅是对个人极限的挑战 更是对体育精神的深刻诠释 第三位 杨柳 在巴黎奥运会拳击决赛场上 杨柳的对手是生理性别为男性的哈利夫 后者全职高速度快实力强劲 本场比赛开赛前便得到了广泛关注 但杨柳硬是用自己的技术和毅力 跟哈利夫拼了个你死我活 虽然最终杨柳以0比5不敌哈利夫 但却为中国代表团摘得来之不易的银牌 虽然最后裁判举起了哈利夫的手 但在我们中国人心里 杨柳才是真正的无面之王 第二位 汪顺 被誉为泳谈长青树的汪顺 已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 尽管他今年已经30岁了 体力与那些十几岁的年轻选手相比有所不及 但他依然在巴黎的泳池中 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实力和坚实的精神 在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 汪顺与比自己年轻8岁的法国选手 马尔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最终以微小的差距夺得一枚铜牌 虽然未能未免 但汪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年龄不过是数字 只要心中怀揣梦想 便能持续追求 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这位泳谈的不老传奇 将会继续书写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第一位 石志勇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第三次出战奥运会的老将石志勇 在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中 已抓举165公斤的成绩排名第一 然而在随后的停举比赛中 石志勇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三次尝试举起191公斤的重量 但却遗憾的未能成功 再后他与教练交流时 倾诉着自己的无助和挫败感 这一幕让屏幕内外的观众 无不为之动弄 尽管他在此次奥运会上 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但石志勇的坚韧和毅力 一直是中国举重队的宝贵财富 他的每一次努力和每一次失败 都成为了激励人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要调期应的 从此之后 对下面的高度